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Jack 说起2020年最火的中药 一定是板栏根冲剂和清温莲花胶囊 今天呢我想通过这个视频 让大家了解这两个药物的功效 和他们之间的差异 如果您只了解他们用来预防和治疗感冒 那一定要认真的看完今天的视频 因为试药三分毒 如果用错了会伤害您的身体 我会用实际的临床案例 跟大家一起来分析 那么也有第一次来我频道的朋友 我的频道专注分享 实用有效的健康知识与方法 前两天有一个 中药的同行来笑话我的频道 说我的频道关注的人比较少 我没有做任何的反驳 但是我相信 每一位来看我频道的朋友 是真正关注健康的朋友 给你们点赞 好 那我们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 今天的节目 先说板栏根 民间认为 他是一大神药 其功效也被传得神乎其神 那到底什么时候用 有没有副作用呢 板栏根 性畏苦寒 具有清热解毒 凉血消肿 利咽喉的作用 现代的 药理研究发现 他具有 抗菌 抗病毒的作用 中医 对感冒 有分 风寒 和风热 从他的 苦寒之性 我们就了解到 他对 风寒感冒 或 体虚造成的感冒 是 不适用的 所以 有人为了预防感冒 便把板栏根冲剂 当茶来 饮用 是 不可取的 即使健康的人 长期服用 也会出现 伤及脾胃的表现 如 食欲减退 腹泻 疲倦无力等等 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 前段时间有个病人找到我 说自己经常腹泻 持续了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长时间腹泻 也没有什么胃口 我给他治疗了两周 包括吃中药 后来他说效果不是特别明显 感觉胃口 会好一些 但是 还是会腹泻 我就觉得非常奇怪 后来在我的追问之下 他告诉我 他每天会喝 板栏根冲剂 当茶来饮用 这毕竟是 苦寒的中药 由于 制作加工 添加了一些成分 你觉得 味道还不错 却不能当作 凉茶来 每天喝 后来 他停用了几天后 腹泻的症状 就消失了 他只适用于 风热感冒 大家注意 在产品说明的注意事项里 就提到了 另外 不建议 将板栏根 作为预防感冒流感 来长期服用 在临床中 我经常见到这样的朋友 他们 喜欢去 看广告 来购买药品 在 产品 说明中 来 对 自己的症状 如果发现有一两个症状 和自己是 符合的 就服用这样的药物 这种方法 真的是不可取 往往会起到 相反的作用 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找专业的医师 在医师的指导下 来用药 市面上有不同种类的板栏根充剂 有含糖的 有无糖的 还有富方的 这里呢 跟大家看几种 先声明一点呢 我不是在做广告 大家可以在 任意的店里或者是网上去购买 我只是让大家了解 有不同的 板栏根充剂的种类 像这种 就是无糖的 它在 产品的这个包装上 就会注明 无糖的字样 像这种 它 是含糖的 另外呢 它也是富方的 因为在 产品的这个 成分说明中 就有注明除了有板栏根以外 还有大青叶 大青叶 也是苦含的中药 它的作用 和板栏根类似 具有 清热解毒 凉血的作用 另外像这一种 将板栏根 冲剂作为 凉茶 来制成的 但是 要大家注意的一点 它 不是凉茶 所以我们不能帮 当茶饮来服用 说到风寒与风热感冒 有的朋友可能会提出来 我不是学中医的 那我怎么样来做区分呢 虽然在临床中 中医对风寒风热感冒的辩证要点有很多 这里呢 我跟大家分享 最简单的方法 首先我们可以观察 鼻涕的颜色 如果鼻涕是 浓稠的 黄色的 就是风 感冒 如果鼻涕是清晰的 就是风寒感冒 另外 我们可以从 口渴的程度来判断 如果感觉 口不是很渴 就是风寒感冒 如果感觉 口很渴 想喝水 就是 风 热感冒 好 这样的方法是不是很简单 您学会了吗 下面我要和大家聊一下清温莲花这个方 清温莲花胶囊 相信 今年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药物 它是由 伤寒论的 麻性食肝汤 和 温病调变里的银翘散 两个方 合成而来 具有 清温解毒 宣肺卸热的功效 用于 感冒 或流感 属于热毒 习肺症 这里面 除了 杏仁 或香 是温性的 甘草 是平性的 其他的药物 都是寒凉了 从从而决定于 这个方 整体属于 寒凉的方 一般用于 风热感冒 属于 高热的阶段 所以 他不能作为预防感冒来服用 另外 从药力来讲 清温莲花 要 强于板栏根 因为 清温莲花这个方中 本身就含有了板栏根这位药 而且 他含有麻黄 如果有心脏功能 比较弱的朋友 一定要慎用 服用后 可能会出现 心慌心剂的表现 另外 他里边含有了大黄 大黄有 泄下的作用 容易引起 腹泄 所以 建议大家 一定要在 医师的指导下用药 不要认为 中药没有毒 中药也会分小毒中毒大毒 不要听广告里边讲到的 中药是纯天然的 没有毒性 这些 都是 不正确的说法 期望今天的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注我 我是Jack 分享 健康 与您 下期 不见不散 拜拜 来 下面 我要和大家聊一下 清温莲花胶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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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